今天来读耶利米书第45章 让我们一起来读耶利米书第45章 耶利米书第45章 犹大王约西亚的儿子约亚靖第四年 尼利亚的儿子巴露 将先至耶利米口中所说的话写在书上 耶利米说巴露啊 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说 巴露曾说哀哉 耶和华将忧愁加在我的痛苦上 我因哀恨而困乏不得安歇 你要这样告诉他 耶和华如此说 我所建立的我必拆毁 我所栽植的我必拔出 在全地我都如此行 你为自己图谋大事吗 不要图谋 无必使灾祸 临到凡有血气的 但你无论往哪里去 无必使你以自己的命为略物 这是耶和华说的 埂心